大家一提到复刻表,很多的朋友,就会想到假表和高仿表,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复刻表确实是假表,但并不是高仿表。 现在的复刻表,质量上和做工上几乎等同于正品,许多的零部件都可以用正品的零件互换,包括目前国产的海鸥基金也在被瑞士企业使用,只是瑞士法律有规定没有在瑞士本土生产基金,但不能标注瑞士基金。 首先,瑞士小高仿,复刻,正品的概念,现在的房表市面上可谓是五花八门。 第一个,先说下地摊货,做工差几新差,没两天就坏了。 第二个,就是高仿表了,这类表外观与正品细节上会有明显差别,机型零价,普通人很容易辨认出真假。 第三个,就是复刻了,这类表都是采用正品拆解开模制作一比一复刻正品,各个细节方面是做得很棒的, 机型采用或产海鸥或上海的机型或锡铁城机型,有部分款式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 正品也不必多说,零件什么的,都是可以和正品互相替换的。 下面这个图片,大家明显的看出各种高仿之间的区别,很重要的一点。 请各位读者记住,并不是所有表都有复刻,很多表款是没有正品开模做的,千万别相信一些黑心卖家所说的,所有表款都是一比一复刻的。 现在复刻市场上比较知名的工厂,例如HBBV6厂、N厂、ZF厂、JF厂等厂家,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改进,可以说都是经典的产品。 所谓树叶有专攻每个厂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,价格方面一分钱一分或是适用的,每个表的生产成本在的,不可能说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复刻的。 产家需要把正品卖回来拆解开模这需要成本,材料配件人力物力都需要成本,所以几千块的复刻表对于普通人来说,都是正常能接受的发挥的。 基金是重点如今所有房表,无论大厂小厂,都没有效ATA瑞士基金,哪有那么多瑞士基金? 一样平常都是海欧基金,杭州基金,上海基金,由于大厂出厂的手表都没有效瑞士基金。 动不动就说是瑞士基金,我不能说都是骗你,但大多数都是忽悠,一只手表能够匹配的基金型号永远只有一个,手表的外头和基金都是一一配对,因为基金的大小厚度都会有差别。 从这一个观点,就可以发现他是骗子,假如他还说这个是瑞士基金简单的三星款式,另一个陀菲伦也是瑞士基金,月下多功能也是瑞士,同一个得的也是不胖普。 假如说瑞士陀菲伦拆下来一个,不得有几万块钱,只要是复杂款式,就不可能有瑞士基金,成本极高,完全没有利润。 说一个简单的道理,假如,一个原装是十万,那么,我们按照表带,表格,经验,基金,品牌价值等去分开来,一个表着也就这么多东西了吗? 那么这种情况下,一个基金有没有可能值五千块呢?我是觉得不过分,所以你看这个成本这么高,复刻的怎么可能会有真分ETA呢? 最后来说这个问题,到底是买复刻呢?还是买正品呢?个人认为除非你钱多,倒不知道该怎么花了,你可以去买正品过影下,一块正品名表的利润空间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, 确实不付奢侈品之名,如果你认为无所谓,那是在为它的品牌价值买单,那就花钱买正品,否则,个人建议还是顶级复刻吧,玩物本无价,人心有高低。 不是说有钱 número一 Preato的人吗? 对,这次是该位不远看لم,最近 有借鉴荷的衣著等你们 Kiev被走开学会的项目搜尘